泰国有架邪门的407航班过去十年发生过多起事故 每次航空公司都对它维修粉饰却还是事故不断 不久前这架飞机又一次在菲律宾坠海全遇难 公司把它捞回来 在又一轮维修粉饰过后重新投入育营 嗯 话说他们为啥不买新的呢 经费那么紧张吗 我们似乎已经可以预见悲剧又要重演 嗨 大家好 我是波马 今天为大家介绍泰国电影407航班 有请提示这是部恐怖片 阿班市机场低勤 今天是407航班重新上天的日子 他刚检查问引擎一仰头 正跟空姐苏尼对上眼神瞬间坠入爱河 不过其实苏尼并没有在看他 而是看着科技编号陷入回忆 十年前苏尼就曾搭乘407号航班 机上所有人遇难只有他幸存 当时他还看到了许多的恐怖景象 最近他刚就医 医生认为他之所以看到那些呢 是因为舱内气压异常产生了幻觉 现在他已经痊愈 可以重回工作岗位 苏尼重回谷底无法平静 所以才不禁出神 不觉间乘客已经开始登机 其中重点是小蘑菇一家 小蘑菇是平平无奇的小女孩 蘑菇爸性格温厚 蘑菇妈强势霸道 而其他乘客呢 我们等用到时再介绍 在乘客登机期间 阿班停见飞机货舱传来异响 好像有人在里面 他进去检查 只见到个零件 却没注意到背后有可疑人影闪过 等他完成检查 舱门已经被人从外反锁出不去了 他大声呼救 可所有乘客刚登完机 机组成员正大舞出行 他的求救声被嘎声完美盖过 大舞结束 航班升空 苏尼开始工作 有时候他眼前还是会见到可怕幻觉 他假装没事专心工作 可小蘑菇清楚看到 他身后总有个光脚的脚印 好像有隐形人跟着他 怪事从此接二连三 不久呢 有个胖乘客像被附身一样 大含无法呼吸 脑袋随即旋转360度 昏迷倒地 好消息是 他没死 一会儿就正常了 机组成员请乘客不要恐慌 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个时候 阿班已经在货舱关了太久 渐渐缺氧 他灵机一动 拉下货舱的压力报警灯 借此求救 副机长看到报警灯 马上察觉异常 吓得货舱检查 成功吧 阿班救了上去 不过副机长本人仍然留在货舱 因为他很纳闷 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脏 这么旧呢 就这时 几个恐怖人影闪过 吓得他魂飞魄散 几分钟后 苏尼见他重回客舱 可他走着走着 竟透明消失 似乎成了鬼魂 苏尼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 可他什么也不敢说 飞机还在平稳航行 从客舱看不出变化 但从天上看 他的喷漆已经退去 底下秀记有十年没清洗过 像鲜血一样暗红 闲窗边也鬼影冲冲 伴随着这些变化 乘客们也无法呼吸 四肢扭曲 举止异常 苏尼认为 这一定是舱内施压 氧气不足 他忙去工作间 装上氧气管 等他回来时 乘客已经全部昏迷 对面工作间 却推出一个破烂不堪的餐车 一位空姐环顾四周 问谁要点赞 可这个人 分明是十年前 已经死亡的同事呀 等苏尼回过神 这个死同事已经消失 他给乘务员和乘客们 套上氧气袋 让他们也缩醒过来 没人知道 刚才的诡异现象 是怎么回事 阿班盲猜 应该是飞机急剧下降时 压力系统故障 我们去养出幻觉了吧 目前客舱依然没有氧气 备用氧气袋 只够吸15分钟 阿班想跟机长求救 驾驶室却毫无回应 大门输对密码也打不开 也不知机长怎么了 反正是不能指望他 阿班另想出办法 他知道 缺氧是因为压力系统故障 而压力系统就在货舱里 他必须在15分钟之内修理好 否则所有人都得死 实际上 在他赶去修理时 乘客们确实做好了副子准备 今天刚好是小蘑菇生日 爸爸悲从中来 抱着他唱生日歌 一位老奶奶 也凝望着死去爱人的照片 准备去另一个世界见他 可正当人们渐渐平静时 有一位女乘客忽然像被附身一样 用鬼叫声问 苏尼在哪 他必须死 过会儿又恢复正常 这句话很关键 但是人们没有工夫研究 因为备用氧气已经告进 他们一个接一个昏迷 还好这时阿班终于修好压力系统 新鲜氧气再次充满客舱 昏迷的人逐一醒来 只有刚才的老奶奶死掉了 经过这顿折腾 人们渐渐意识到 这个机舱好像有鬼 刚才那个女孩不就是被附身了吗 话说苏尼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竟惹的鬼要杀他呢 苏尼面对大家质问 沉默不达 有个乘客式和尚接话说 众所周知 怨灵有股能量 可以转换为电磁波 这种电磁波无法直接伤人 但间接可以 这在航班上怨气很深 蘑菇妈怒骂 你个和尚在这跟我讲科学 没想到和尚就回答 平森是个出家的科学家 这话朕觉也不知道 是不是故意幽默 反正呢 蘑菇妈美丽和尚 仍然大喊苏尼是罪魁祸首 不许他跟大家在一起 走就走 阿班想带苏尼离开人群 可机舱灯光一节节灭掉 镜头传来巨兽一样的脚步声 有可怕生物正在接近 人们看清后大声尖叫 躲进空间工作间 刚才被附身的女孩 落在最后向其他人求救 有人克服恐惧回头救她 可惜她再次发出鬼叫 还摆出奇形种的造型 又被附身了 那人只好亲手杀了她 不过话说她上次被附身 不是过会儿就正常了吗 我觉得她的一言可能是 能不能等会儿 这么急干嘛 经过这场逃亡 乘客又死不少 剩下的都躲在工作间 他们本想一直藏下去 清点人数才发现 小蘑菇丢了 急忙兵分两路去救 蘑菇妈跟和尚搜索客舱 蘑菇爸和两位主角搜索货舱 咱们先看蘑菇妈和尚这一边 他俩发现缺氧死的老太太 趴在地上 不知死活 和尚很慌 让蘑菇妈去检查死活 还说自己才不是怕呢 只是僧人不能记女色 蘑菇妈不服 奴摩和尚破了她的色界 这下就能记女色了吧 我真的是越来越确定 这个和尚是本片搞笑担当 话说和尚不碰老太太还好 一碰反而让她乍尸 扑住了蘑菇妈 和尚想救 却吓得只敢别人一惊 半天后他睁开眼 才看见临座就是个鬼影 又下一步 相比之下 蘑菇妈确实更能打 成功反杀老太太 可惜蘑菇妈的问题在心里 以为和尚也成了鬼 本片的搞笑担当 就这么被餐车创死 蘑菇妈倒是成了内鬼担当 从此她看谁都是一副鬼影 见人就杀 见见杀光客藏活人 万幸主角大部队都在货藏里面 他们本来是为救小蘑菇人来的 没想到小蘑菇没找到 却被三个空姐的鬼魂围住 苏妮认得他们都是十年前的同事 大家情急之下 都问苏妮十年前是怎么逃脱的 她的方法让人诧异 竟然是闭上眼睛 放任鬼随便闹 最后飞机着陆 她就得救了 这能行吗 大家试着闭眼 果然没受到苑林任何攻击 看来和尚说的对 这些苑林真的没法直接伤人 只能乱人心 那还怕什么呀 咱们上客舱去吧 反正没有苑林能伤我们 阿班等人一起上去 沿途全是七星怪爽 冤魂造型确实不太友好 有些还拽住他们的胳膊 但这只是心理攻击 主角们强行走开 他们也拦不住 看起来主角们好像已经无敌 但是别忘了蘑菇妈 她是真能杀人呀 有个跑龙套的乘客 就待在她手里拎去了便当 其实蘑菇妈自己也很怕怨林 她沙门人自己也躲进工作间 结果发现餐柜竟然在动 难道里面有东西 她恢复就看 没想到里面不是鬼怪 是小蘑菇 原来之前她都藏在这儿呢 小蘑菇一流烟逃走 正好撞到其他主角 正当她以为得救时 蘑菇妈追来了 在她的视角看来 女儿是正常的 但旁边都是鬼怪 她们一解救女儿 又想打开杀戒 还好阿班把她缴械捆绑 没让她再上人 终于大部分危机都暂时解决 可以研究逃生了 阿班认为唯一办法是 冲进驾驶室 自己开飞机着陆 当然大门用常规方法开不开 所以呢她凿出个小洞 问题是这个洞又太小 成人钻不计 她只能求助小蘑菇 大家鼓励小蘑菇 其实所谓的鬼根本不存在 虽然看着吓人 别怕就没事了 小蘑菇颤颤颤钻进驾驶室 打开大门 发现机长已经死掉 怪不得不打理人呢 大家刚松口气 回头往客舱一看 又发现一个最恐怖的事 蘑菇妈竟然挣头捆绑 又领斧子杀来了 不过这会儿飞机失控 急剧下坠 差点把小蘑菇摔死 蘑菇妈看谁都是鬼 只对女儿例外 一把将拿护住 不巧一台餐车正随着飞机滑行 贝娜把斧子一颠 刀叉全颠飞 正好把蘑菇妈扎死 蘑菇妈的惨死 给苏尼造成很大心理打击 她又看到幻象 以为死去同事们 跟自己索命 阿般安慰她冷静 不妨说说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十年前 她坐407航班时 也遇过同样灾难 当时她独自躲进驾驶室 却把同事锁门外等死 哪怕同事差点进来 也要挡出去 恐怕这就是 同事成怨灵的原因 过去的事先放下吧 目前还是逃生要紧 主角们正思考办法 没想到蘑菇妈 再次诈尸 攻击苏尼 这次她朝蘑菇爸鬼叫 我不是你老婆 看来她已不是活人 而是被怨灵附身的尸体 要杀苏尼报仇 不过 蘑菇妈可能 命理跟餐车相克 这会儿飞机又电波 两辆餐车一起创来 又把她创死了 这段镜头非常含糊 餐车一撞 镜头一黑 门知道发生什么 屏幕亮起时 蘑菇妈已经死了第二次 苏尼躺在地上 像是昏了过去 阿般把她救回驾驶室 随后自己驾驶科技着陆 注意 当飞机接近地面时 身上的袖脊渐渐散去 或许这代表苑铃的力量 只在高空有效 离地越近就越弱 不过当阿般快着陆时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些苑铃竟能用手 扎住起落架 让自己无法放下她正常着陆 阿般大骂可恶 苑铃们也不依不饶 趴满飞机 还挡住玻璃 阿般愤怒了大力出奇迹 一边骂一边殴打控制面板 没想到 当她手撕掉面板之后 机身上的苑铃和秀迹 竟然彻底消失 飞机又变得洁净入行 难道这段是某款清洁剂的广告吗 我实在是搞不懂 为什么摧毁控制面板 就能消灭越林 不过在原片里面 这就是紧挨着的两件事情 应该是因果关系吧 总之 飞机能恢复正常 肯定是件好事 阿般再次大力出奇迹 咬牙切齿 成功迫降 地勤人员都敢来救助 最终幸存者只有四人 分别是阿般 小蘑菇 蘑菇爸 还有苏尼 不过苏尼怎么面目标轻 而且不跟着下机呢 阿般当时没在意 后来听见广播说 发现一具空解尸体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苏尼已经死掉 自己刚看到的 其实只是他的幻象 怪不得他下不了机 还会被人穿伸而过 至于他是啥时候死的 电影并没有说 我看他的尸体在蘑菇妈身旁 猜测他是跟蘑菇妈搏斗时遇害 正好呢 当时参车一撞 导演就把画面切黑 不让我们看 估计他就是在那时被杀的 以后全是幻象形态 说实话 这句你要是让我改的话 我更愿意让苏尼自杀 而且是在阿般无法迫降时自杀 当他自杀之后 机上的怨灵就不再怨恨 放过飞机 让阿般成功着陆 这样改的话有两个好处 一来更合理的解释了 怨灵消散的原因 二来呢 苏尼是带着原罪的 这样正好让他完成赎罪 不过目前来看 这种改编只是我自己的想象 片里没有任何相关线索 最后跟大家吐槽一下 本片的两点印伤 第一点是航空知识不严谨 几年前就有航空迷在网上挑过错 我其实不懂 但他字多 应该有理 第二点是 怨灵的设定很杂乱 一方面怨灵无法直接伤人 人想走 他们拦不住 像是没有尸体 可另一方面呢 怨灵又能用手抱住飞机起落架 让他放不下去 又像是有尸体 这两点自相矛盾 而且这个怨灵 有时能复生活人 有时能复生死人 有时又谁都不能复生 这也是个杂乱的规律 不过大家要是别想那么多 只把这部片当恐怖喜剧片看的话 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比如片里面的和尚 总而让人一想到就 人均不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们 下期再见